今天下午我们一起聊聊话题 大势火热 佩谷反而成为了一个低吸机会吗 今天下午在视频的另一端 我们有陈凤珠 艾丽的作客 来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 下午好 凤珠 下午好 首先我们来看比亚迪方面 那么看到现在大势非常火热 比亚迪就率先佩谷 那么集资是近300亿 创下了一个本港的记录 比亚迪配售股数是由原定的1.21亿 加码到1.33亿股 相当于已发行股本的4.65% 配售价定在225块 较上日收市 折让有8% 那么这次是属于全数新股T加五财 正式收 那么比亚迪补充营运资金 偿还债务 研发投入 以及一般企业用途 这次配股涉及的金额 也是创出了本港非金融企业的 一个最大宗的新股配售活动 那比亚迪又表示 完成配股巩固行业领导地位 此次是属于过去10年 区内汽车行业最大宗的股票融资 包括主权基金在内 是超过200家机构 都有投资者的一个认购 但是我们看到预期之下 看到比亚迪早段出现了一个急跌之后 股价在午后反而出现了一个倒升 而且越升越有的一个感觉 所以请问一下凤珠 现在在一个大势如此畅旺的情况之下 看到这些机构高位进行配股 现在对于配股的看法是不是跟以前 会有些要不同了呢 对 就首先是整体的投资期法是比较好 而且我们经常说的就要看它配股 这个折让的一个幅度 以及就是这一次直击的一个用途 因为当中它也有部分是用于这个还债的 但是当中也有讲到就是做出一些研发 以及就是一些平常的一个营运的费用 主要还是我们相信它这一次配股 是用来为来增加他们就是这个发展 智能性能源汽车的这一方面的 所以在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汽车行业 在内地那么受欢迎 而且呢也相信就是比亚迪跟吉利两大 今年可能还是会推出更多的一些新能源汽车 所以这一次配股如果是用来巩固它的一个地位 以及就是未来可以就是推出更多的一些新车款的话 反而大家会觉得这个是好的一个消息 而且呢它早前已经讲到就是中中间批准它增发这个H股 所以呢也可能就是大家已经估计到它会未来会有一些 就是增发或者是配股的一个行为 现在这个情况下可能导致股价是稍微偏软 然后就很快就回升 因为大家可能都早前已经消化了相关的一个消息 现在呢还是会观察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 都是对于比亚迪会有信心 所以为什么这个股价可以反而就是录的一个商量 但是我们看其实它的这个折让幅度 其实应该也不算小吧 较上个收市的折让是有8%的一个水平 是到225块 但是今天有一个低开之后即刻出现反转 您认为只是一个这个整个目前在市场资金方面 针对折让股这个配售股份 都是普遍一个比较的一个有信心的一个反应呢 还是您认为仅仅是因为比亚迪 确实这个市场对它憧憬很多 对它比较有信心 即便有这么大幅度折让也不会有太大忧虑呢 我觉得因为它折让达到这个8%左右的一个水平 而且今天对最低价也没有跌到这个配股价的时候呢 真的应该反映就是大家觉得 对于就是比亚迪前景是看好有更多的一个冲击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没有碰到这个配股价 往后可能还是会吸引到更多的一个资金追捧 而且这一次是有很多的这个投资人去借货嘛 所以呢他就会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配股呢 应该还是会有更多的一些可能会长线的一个资金 可能是会进入到这个就是持有比亚迪的一个股份 所以短期应该也不会导致大家会有一个担忧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对于它的一个基本面看好 才现在看到这一个股价会上升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整个电动车板块方面也好 其实在昨夜美股方面大家应该也关注到 其实很多中概股 尤其是电动车相关的什么小鹏啊 蔚来啊这些 再包括特斯拉这些 其实在昨夜美股方面表现也都是非常强 也很多升幅都是在一成以上的一个水平 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港股也好 A股也好或者在美股市场 大家目前来说整体对于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投资热情 还是非常热忱的 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凤竹 那目前来看 当然我们看比亚迪现在位置已经是一个相对的高位了 但是以一个再长远点目标来看 您觉得现在这个高位算高吗 那您觉得这个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投资趋势 这股潮流能持续多久 那未来方面展望的话会怎么看的 当然就是现在真的非常的高 而且是以日夜超过400倍 但是我觉得后市还是有机会要及时突破 因为刚才提到的就是 它会有更多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情况 去扩大它的一个规模 所以大家也知道就是内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其实渗透率也不是太高 现在才是一个起步 或者是说是一个增长期 所以未来这几年 我相信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销量 肯定会大幅的一个上升 到时候可以支持到就是比亚迪整体的一个收入 还有就是比亚迪其实它也有研发一些上游的这个电池等等的一个方案 所以呢 整体来讲 如果整个产业链它都可以就是慢慢变成熟的话 未来对于它的一个营收其实是有利的 我自己觉得就是现在虽然股价好像很高 但是如果它的盈利增长的一个百分比 未来可以看得到的话 其实现在这个固值应该也不算太贵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整个汽车板块 其实整体表现上都是呈现出一个下跌趋势当中 但是比亚迪还是能够有一个逆势向上扬的一个表现 所以在现在整体汽车板块当中呢 您的一个首选会看比亚迪吗 还有说其他您觉得也会有不错的一些相关概念的不错的优质汽车股呢 其他的都现在看到有一个下滑的一个情况 反而就是配股的可以上扬 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比亚迪跟吉利都是我今年看好的两只股份 第一就是比亚迪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一些配股的一个消息 但是没有影响到股价 我觉得很多都是一些基础的一个投资人都可能会看中长线 所以它大跌的一个可能性不大 而且呢如果未来有更多的一个利好消息的话 会涨得比较快一点 另外就是吉利最近的一个股价就是比较反复 但是还是在高危的一个区域去波动 我觉得这一只呢也是值得憧憬的 首先我们也看到汤姆公司最近也不断的 跟一些大的一个客网的一个龙头去合作 应该还是很快就可以看到吉利有在技术方面 或者是跟他们合作方面应该还是会有更多的一些利好的一个消息 而且呢它的一个透明度也是更高 因为今年都它也希望就是可以有一些平台呀 推出一些无人驾驶的一个汽车等等的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吉利未来有一些好消息 或者是销量可以就是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情况的话 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个资金追捧 而且呢最近虽然它的股价反反复复 但是还是稳守在十天平均线 所以现在来讲了 我觉得还是一个新颖的一个水平 是现在投资人或者一些市场人士 可能都巴不得看到这些车企啊 火热的车企什么时候来个配股 赶快给我们一些投资人一些比较可以低位入货的一个机会啊 那另外一方面除了在汽车方面 我们看到现代牧业乳液股呢 也是有配股的一个情况 两天之前刚刚发出引洗之后 随即在昨天就配股集资要超过15亿的一个水平 公司计划配售6.5亿股 占扩大之后股本的9.1% 配股价是2块4 那么较上日收市价值让12% 集资是15亿多 集资所得呢会做基础建设开发 及扩展这个畜群规模 以及潜在的并购 那么在当天股价是稍微有一些这个波动的一个情况 但是两天就一天之后吧 到今天股价已经又创出了一个新高 套了3块1 对比之前2块4的一个折让价 那确实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那如果说这个投资者可能看到配售 如果会有点却步 甚至担心辜货的话 那可能真的真是蒙受不少的损失 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凤珠 这次在这个现代牧业发生了同样的一个配股之后 反而走高的情况 那这个情况你会怎么来解读呢 也跟就是比亚迪一样 就是它的一个配股价也没有碰到过 就看到就是这一只折让更大一些 就是超过10% 但是都看到就是现在还是有资源的一个追捕 因为这个它配股的时候 也是它的一个自己用途 根本就是完完全全的是扩大它的一个规模 以及就是它本来就是我们看到基本面来说 就是原来的一个价格不断的一个上升 就反映就是整体市场的一个供应 可能还是比较短缺 或者是需求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真的原来的一个价格 还是处于一个上升趋势的话 还是利好就是现代牧业的一个状况 而且它也发了引起 就是去年这一个盈利也不低于7亿元 而且也是按年增长最少一倍 就是说如果真的基本面还是利好的 而且它也可以继续扩大它的一个 牧群的一个规模 生产更多的一个来源的话 其实真的可以就是配合这个价格上扬 就大家可以冲击未来一两年的 它的一个收入会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看 第一就是资资的这个用途 以及就是对于它未来的一个盈利 有没有什么刺激 如果真的有的话 很快就会有资金的一个追捕 所以这一次也是配股了 但是也看到就是股价 反而就是这个百分比涨得还更厉害 我觉得后市应该还是可以收回到 整个行业的一个需求 而继续可以往上冲 所以通过这几只的一个个股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那些强势股份也好 或者说强势行业也好 面对着大势火热气氛当中 即便说出现配股 也未必就会说股价一定会受挫 反而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这个前景业务市场继续看好 会不会反而会是一个值得 我们来低吸的机会 大家可以做一些参考了 谢谢大家